HELLO 聊四季 天梯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薩拉聖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紫色的是選擇的薩拉聖人 薩拉聖人這個文明的最大的特色是 工兵對建築物有外傷害 而且駱鎖血量是全球細面最多的 那他的寶兵呢 是這個奴隸兵 奴隸兵的話是非常強大的 客製馬舅單位的這個超強寶兵 但是這個薩拉聖人呢 奴隸兵造價非常的昂貴 升級防禦工坊也是需要一段時間 那整體不控兵的話 也很容易被遊俠直接淹過去 所以薩拉聖人菜島 算是一個非常需要控兵的單位 好 那再來講薩拉聖其他 那薩拉聖其他能力呢 算是比較跟市場有關 他的市場的話也比較便宜 只要這個75木頭 欸還是100木頭 有點忘記 那薩拉聖的這個交易成本 也比較便宜一點 這個手續費非常省 所以以前我這個超低手續費買賣的打法 但現在已經沒有看到 那薩拉聖的主要打法呢 還是比較偏向於強奴駱駝 還有這個金冠重配喔 配自己的巨型投司機跟投司車 增加一些傷害為主力 這是比較常見的打法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義大利人 那義大利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這個勒納爾弩手 勒納爾弩手呢 打這個騎兵喔 有這個額外增傷 所以他是唯一攻兵可以打贏遊俠的單位喔 那義大利人的這個勒納爾弩手呢 除此之外呢 遠防喔 也比一般的強奴還要高 所以在通常對射的情況下 也不太容易對射書強奴 除非遇到再毛兵喔 那就另當別論了 那義大利人呢 本身可以打贏這個步兵嘛 剛剛說的喔 勒納爾弩手本身是弓箭手 可以打贏步兵 騎兵也可以打贏 弓兵上又有點小小的優勢喔 所以可以簡單來說 義大利人的精神喔 就是這個勒納爾弩手 那義大利人的這個火器單位呢 也比較便宜喔 這個火槍兵喔非常的省 好可以成一堆折扣 那除此之外呢 義大利人本身也是全能型的文明 打傭兵也可以 那傭兵這個單位 對義大利人來說 算是比較 不需要升級就可以直接使用的 因為傭兵沒有升級選項 但他基本素質很好 跑速又快 基本上可以當騎兵用 而且步兵科技也都是滿的 而且這個能力還可以讓隊友用 所以義大利人來說 他在團戰也是扮演一個 蠻有趣的特色喔 可以幫助隊友BUFF 的一個能力喔 那義大利人後期 比較可以組成的單位是 重裝騎士 還有這個傭兵 或是劍兵勇士都可以 再來就是出這個 勒納爾弩手 還有火炮火槍 都是比較適合他在阿拉伯的一個策略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來看一下右邊 右邊這個果子區域 那一開始先開果在裡面 那黃金在上方 這個地圖對MBL來說 是比較難受一點的 他前期要圍的話 投資成本也是很高 你只能這樣子圍喔 然後這樣子圍 然後這邊可能就圍到底 這個圍到底投資成本也很高 不然就是右側圍到底 那左邊這邊的話就只能 這邊圍一下 然後這邊圍一下 不然就是只能這樣子圍到底 這樣子會主金外露會比較難受一點 所以有可能他這邊會拉一條線喔 從這邊拉到底有可能 簡單來說 這張圖對他前期來說比較好過一點 但中後的血會很難受 反正來說成本過高 只有這個20分30分的地圖 非常爛 好 讓大家看一下Minchester Minchester 這個地圖是兩塊墓區 然後金塊在下方 果子在右邊 哇 果子跟金都遺留在外面 我的天 這看起來難受了 難受香菇了 如果要圍的話 這邊圍到底喔 往下圍 這邊是圍圍圍圍圍 這邊是圍過來 這邊圍過來 圍圍圍過頭了 這裡圍過來圍過來 哇 這樣也是圍很大 那如果簡單圍的話 就是 這裡可能還是要圍到底 然後這邊稍微用TC連防 好 石頭拉過來 這樣子這樣子 這邊圍一下圍一下 不管怎麼圍都圍很大 這邊跟MBL圖有點像 這個開始阿拉伯的地圖有點平衡 兩邊都是230分的地圖 都是偏爛的那種 也是開局只有兩塊墓區可以用 好 這邊看一下互打 MBL的刺頭 在上方高打低打出一點優勢 直接爆打 那除了高打低之外 明確實還沒上到封建時代的關係 所以刺猴的傷害是少2攻的 所以怎麼打 都是會打出MBL的刺猴的 好 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的選擇 那目前看起來 薩拉斯人這邊是會打工兵 開局的可能性是偏高的 可是薩拉斯人打肉馬的話 雖然也是可以打 但是工兵來說還是比較有特色一點 破牆也是比較快速的 所以薩拉斯人打工兵開是 極為正常 那MBL這邊已經看到薩拉斯人打工兵開 待會家裡會下一個射箭場之類的 馬舟下完之後會下射箭場 那如果下了馬舟之後 要先灑一些農田 所以射箭場不會那麼早下 等到對方工兵大概4到5隻的時候 甚至6隻左右 就一定要下射箭場 不然就會來不及 肯定會爆開的 你等下用自己的刺頭去打 然後對方通常 5、6隻的工兵會配一隻長槍兵 好屆時 MBL的刺頭就沒這麼有用了 好 那MBL這邊直接硬上 殺掉了一隻村民 還不錯 好 這邊看到了 二攻一槍 哇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早出門 但這個時候 你還用刺頭還是能解決的 但MBL這邊很早就下了自己的射箭場 趕快出來反制一下 好 就射箭場 毛兵出來 一擊射一點了 這個反制相當輕鬆 兵稍微控一下 OK 射完 那由於家裡是沒有 早期開尾的關係喔 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 按出這個射箭場 如果你一開始就在圍家的話 你的木頭 是很缺的 很難就這麼早期出射箭場的防守 所以現在高端門他們的打法 都是先出兵 再圍家 盡可能的先把自己的兵先出出來給對方壓力 如果對方攻兵開局的話 自己出戰毛兵很容易就出出來了 那刺頭又有這個機動性的優勢 所以大部分為什麼高手都會選擇刺頭開局 就是 先有了機動性 後再出這個 毛兵喔 也可以擋住對方的攻兵的攻勢 算是一個蠻有邏輯的打法 那MBL決定要大圍喔 那這邊其實可以圍到底 他可能沒有探圖 探到最外面喔 如果他這邊要直接往下來一條線的話 這個消耗資源也是非常重的 好 那目前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兩邊都是穩定發展 一級農一級木都有點 那MBL一級農沒有點下 這是先大爆灑農田一波 好 這裡點下了工兵護甲 這裡有個漏洞 殺身也是轉出一些刺猴 工兵開始射 看一下這邊交換 再毛兵 先攻擊於工兵 工兵先倒地了一隻 那MBL很快速的把自己的兵都派回家裡 而且毛兵也沒什麼斷 出了非常多的毛兵在家裡擋 那我最近發現到一個細角 這些高手們 在對打的時候 只要地形不夠好 他們就會一直瘋狂爆兵 即使沒有偵查到對面的單位 他們還是會一直爆兵 然後一直去探查 看對方的兵到底有多少 這算是一個蠻聰明的做法 好 那這邊生死蛋兩邊只差了大概十秒鐘左右而已 目前看起來薩拉森人對於這場比賽是比較劣勢一點的 因為他的強大單位有駱駝 也沒有辦法對意大利人做出很好的傷害 只要意大利人不出重裝騎士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先再圍個一下 繼續敲 好 打破 這邊可能要入侵進去了 燈薩拉森人這邊已經準備好 但是大部分都是工兵 工兵第一時間把長槍兵射掉就沒問題了 好 這邊可能要硬上囉 看看這邊交換 長槍兵第一時間被射掉 工兵開始原地射擊 拉了一些槍兵跟赤頭過來對打 這邊地形不太優勢 這個防止可能要低調 沒關係 過去了 但是他的工兵被卡在後面 你看 被卡住了 哇 果然還是低調比較好嗎 哈哈 好慘 如果沒有被卡住的話 應該可以追得上去喔 好 MBL 這邊是轉工兵開 然後也剩下的極射戰貓兵也按下去了 二級伐木也點了 這邊的工兵怎麼又補上來 補的數量其實還蠻多的 他這個是三射箭場 應該是 最多也雙射箭場 三射箭場 也不是 阿亞之類的文明 或是什麼 韓國之類的 其實一般文明 一開始就打三射箭場 很拖經濟的 看一下下到底有多少 這邊還在打 再看一下喔 這看起來是拔煙果血 好 那MBL是雙射箭場沒錯 想說三射箭場不太可能 好 殺車人在家補下了一台 清醒投司機 那這個清頭補下去 讓MBL 壓力減緩了一些 這就意味著對方喔 沒有這麼濃 唉唷 這個投車砸到了 好 MBL有了 單位可能要 全面 被擰壓囉 這邊不圍一下 如果就是我的話 我想要圍一下 蓋個防止木牆 阻擋對方 繼續往上走 好 但這邊遇到城市中心 看來也沒辦法繼續往上走了 工兵 互換 這邊要先射對方工兵 能換多少工兵就是多少 好 就很賺了 OK 這邊換光 MBL單位全部損失了 好 這邊一級絕金 跟一級農田也補下 MBL這邊有在注重經濟的部分 好 補下第三個射箭場 可以 雙TC之後卻會補射箭場 如果要打工兵系的話 那目前打工兵系的話 義大利人跟薩克斯人 算是持平狀態 並沒有誰特別優勢的一個狀況 那兩邊其實都有拇指環 打起來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 這個戰局 現在就是在比拚喔 兩邊誰的這個資源 弄得比較穩定喔 誰就有優勢 好 右邊有一波騎士露了進來 MBL右側門戶大開 那對方直接撞到了城鎮中心 但是還是殺到了一些村民 MBL選擇直接 不管 兵開始往前 想要去偵判 那MBL這個想法非常好 由於他自己損失了自己的大軍喔 所以才補下第三個射箭場 才能繼續把自己的工兵補起來 那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你自家工兵送完之後 也可以轉成騎兵來打 然後用戰毛兵圍斧的方式喔 去對應戰場 那由於義大利人這邊出騎兵的話 很容易被薩克森的弱頭壓制喔 所以他有可能覺得出工兵會比較好一點 步兵系的話一定要到地龍style才可以打 會比較適合一些 好 這邊看到投車車沒有想要直接印正面突破 其實正面都圍得差不多了 正面投車車想要來投點村民 但是薩克森這邊反應非常快速喔 直接拉掉了 把村民往下繼續伐木 薩克森這邊農得蠻開心的喔 3TC開農 而且農田還蓋了一個模仿 在中間這裡喔 稍微加速一下喔 看兩邊都會瞎打小鬧喔 那目前是由明確斯特這邊 75吋領先 義大利人59吋 領先大約16吋的村民 這邊砸一發高打滴 殘血 另外一台出來投一次投到殘血 你看高處可以抵擋傷害就是這麼好用 直接火了下來 又被砸爛了 好工兵直接射掉投資車 後面補過來的工兵可能會來不及拯救這邊的奴兵嗎 好這邊奴兵先上高地 稍微反擊一下 救一下後面撤退的工兵 MBL這時候補下第四個城陣中心喔 明確的這邊是決定要來直接上地龍時代 那現在有這個打法喔 就3TC農到地龍時代之後再補下第四個城陣中心喔 好 這樣的好處是可以先速身帝王 然後自己的村民也不會太過落後 甚至還可以再繼續暴經濟喔 但這其實有點偷喔 因為你如果帶第四個城陣中心再蓋下去的話 很容易會斷肉 造成你地龍時代很容易有一些科技點不上去喔 但這個空充期大概只有3分鐘左右喔 甚至5分鐘 5分鐘其實有點長 大概3分鐘而已 那這個3分鐘的話可以讓自己經濟再更好一點喔 算是一種取捨的問題 如果你想要再經濟更好其實是可以這樣打的 但NBL這邊選擇是先4TC先打 然後地龍時代可能會慢點 但慢點程度可能是會慢個2分鐘而已喔 就可以再點這個地龍時代了 直接4TC跟先3TC點地王 這個差異喔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一大一人村民術 才追上囉 89村隊92 剛剛還差了90幾村喔 還差蠻多的 那現在慢慢就追上來了 那明確者這邊也沒有補城陣中心的關係喔 所以就沒有再讓自己經濟更好一點 好 呃 果不起來喔 大概差了快2分鐘而已喔 你看這個3TC跟4TC的地龍時代的時間點喔 差異大概是差2分鐘而已 好 這邊先激活一個 投資車 投資車可能會被射掉 這邊可以直接射掉沒有關係 但是會損失一些攻兵數量 NBL這波操作已經打得很不錯的了 好 稍微收村一下 右邊 騎士直接殺了進來 奴兵開砍 喔 不是奴兵開砍 騎士開砍 這個奴兵哪時候派到右邊啊 如果是我都想要把兵力全部集中在正面 這個高手們的聚兵方式跟一般人真的是不太一樣 好 升到地龍時代的殺身 點一下三級四根化學 待會就可以補一些 像是火砲或是強弩都可以 好 這時候補下了二級農田 另外一邊 還有三十秒 哇 薩達聖這邊直接配一個重型投資車 中投 可以可以 確實可以打出薩達聖人的特色 再配一下金冠喔 重配喔 這個投資車傷害喔 非常的猛 我記得薩達聖人這個重投出來再加上重配 可以再加一點傷害 哇靠這個打下去 直接變重投 砸爛 好猛好猛 掌一發 換掉 可以 其實好像傷害快要到 快要到一百的傷害量子啦 好像是八十幾還九十幾 快要接近了齁 重投的時候再配上重配喔 傷害非常的猛 那這個重配喔 是拿來打 遊俠單位喔 也是非常好用的 好 那工兵直接往對手家裡走 MBL喔 工兵沒有想要回家防守 好 這邊收村 稍微微一下 那遇到對方有中型投實車的時候呢 通常咖哩人會轉出火炮去做反事 好 這邊勒娜弩手喔 也在出 喔 火炮出了 OK MBL也在出火炮 可以 好 那現在中頭這個時間點喔 對薩拉斯人是比較有利一點點 好 終於補下拇指環 那義大利人這邊可能不會上強弩了喔 直接上勒娜弩手 那勒娜弩手也是很害怕火炮跟中型投實車的 所以待會還是要靠一些馬舊單位或是火炮去壓制對方工程器喔 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是火炮互打的情況下就蠻吃控兵的喔 還有多線的觀念 多線可以讓對方的火炮操作失誤喔 所以 待會看一下MBL會不會打出一些比較特別的多線戰術 欸 結果這邊怎麼射影了 他這邊打爆對方中頭 然後還打爆清奇兵 這個是什麼奇怪的交換呢 工兵居然打得你這種組合 怪怪的怪怪的 好 這邊點一下金瑞 熱納亞弩手升級 熱納亞弩手 點了出來 火炮回頭打一炮 哇 舒服 一炮一個 哇 再來一個 兩炮 第三炮 打上面這邊吧 我們這個村民有點煩 村民手撕火炮 應該沒機會 好 先點到城堡嗎 點錯了吧 這個在幹嘛 這個在幹嘛 直接被射掉了 哇 火炮沒有控好 果然多線操作失誤了 他們在控左邊這邊喔 好 MBL 這邊直接足成戰法 先火炮砸掉對方的巨型頭司機 對方火炮努力反擊 沒有打到火炮的任何點傷害 左邊城堡可能可以解的掉 這邊巨型頭司機可能也要爆掉了 火炮不足的情況下就出巨頭了 很危險喔 很容易被換掉 好 兩台火炮直接壓了回去 這邊火炮可能再出一點 好 火炮先往上拉 這邊現在是有高地優勢喔 回頭打MBL的巨型頭司機是有優勢的 但要小心對方喔 火炮已經三台了 這邊可以考慮先高打低 先砸掉一台火炮 這個巨頭 講錯 因為巨頭是不會動的 先優先打巨頭是重點 這邊兩台巨頭全部拿下 一打一人 倫奈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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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打完重型頭司機之後 巨頭之後就可以來打城堡或是打火炮 我個人會比較偏向於先打對方的火炮 因為打城堡很容易被對方的火炮換掉 而且對方已經有三台了 只要再一個失誤就沒救了 好 果不其然現在兩邊都在打雙線喔 因為雙線才有可能讓對方的控火炮失誤 好 那如果對方火炮沒有想要對子的話 就可以偷點一下對方城堡 我還偷點村民太狠 偷打村民 好 那下方這邊就是小雜小兆 一堆戰毛兵 格勒娜 奴守 再度反制 火炮也出來擋一下 這邊還有輕騎兵喔 薩拉山這邊出現輕騎兵 好像也可以 軍警頭C 再度叫了出來 繼續開拆 兩邊打一個陣地戰 打得非常穩定 其實這個算是MBL成長的一個里程碑吧 算是 怎麼說呢 因為他以前我覺得他有點算是後期很容易就衝動 然後瘋狂送兵 所以後期很容易打輸 但他現在會打這種陣地戰就代表著他也有開始在練習 這種比較需要抗緩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衝動了 好 點一下銀罐 這個巨盾科技 惹娜 奴守遠防會再多加一進防也是 而且這個能力可以用在傭兵上 好 送打掉對方的城堡了 軍警頭C 兩台在左上角 陣地戰開始慢慢打回去了 但是下方的部隊已經有點... 全爆開了 這邊要再防守有點困難 來 瑞娜 奴守一直在到處防守 右邊這裡面圍到底有點可惜喔 如果圍到底的話 防守就不需要這麼痛苦了 這邊圍一下 圍到底這樣子 好 瑞娜 奴守直接走得出來 看到村民就是一對... 瘋狂輸出 哇 明確實 這邊村民死傷慘重 但是還好 他是打150吋戰術了 村民術兩邊都差不多 MBL這邊也是... 準備也是要到150吋的 但是右邊這一坨村民直接被青騎兵抓了個正著 我的天 哇... 村民術下降只剩下快110吋 好 兩隻青騎兵過來 小心 哇 這些青騎兵損失殘舟MBL喔 開始後期失誤出現了 出現了 出現了 尷尬 這個殺生青騎兵戰術打得很好 但很可惜沒有三攻喔 如果有三攻的話 這個破壞力更強大一點 但是如果一直打青騎兵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義大利人的勒娜奴手給壓制住的喔 所以轉點戰毛兵喔 然後去用這個青騎兵喔 硬抓火砲會比較好一點喔 好 青騎兵持續在屠殺MBL的村民 這邊村民術下降只剩下116吋 那Mini Chester這邊村民術也是有下降一些些喔 到了133吋 但是Mini Chester這邊的支援量還是很不夠 因為他剛剛打一個黃金搭配啊 打了一堆火炮跟巨頭 黃金庫存其實不多 雖然沒有打热奈爾沒有打這個奴隸兵喔 黃金上來說沒有那麼吃重 黃金也沒有挖乾就是了 這裡還有很多黃金可以挖 1000多 但這塊金塊可能要趕快拿下來了 本來Mini Chester待會可能會有斷金的問題 好 那一打零到了中期之後 這個全能型的優勢就慢慢展現出來了 開始升騎兵 騎兵有3級攻 3級防 那熱奈爾的手其實有個小缺點喔 就是他手比較短 7射程 那強弩的話是8射程 以射程來說的話 巨盾可以稍微擋一些傷害喔 但如果兩邊射程互射的情況下 巨盾來說還是坦了一點點 好 可是有火炮在就根本坦不住了 直接被暴打 好 這邊巨頭隕石樹差一點砸到火炮 好危險 好 倫耐爾的弩手 再次機械上方開始輸出 高打第一威力就是猛 好 下方 擁有少量的熱奈爾的手 直接射爆了這一堆村民 Winchester村民處已經下葬至剩120村 沒有再繼續安村民 MBL這邊反而是領先的七村 兩邊算是... 很專心在打架了 好 這裡有大量的輕騎兵 火炮後面先擊垮了一些熱奈爾的弩手 這邊肉馬數量力有點太多 這邊可能要先做個拉扯 然後配上更多肉馬過來擋會比較好 好 後方巨頭隕石機直接對火炮一陣猛狂輸出 找到後方強奴 火炮第一時間想要去打後方的巨頭隕石機可以換掉 沒問題 但是自己的火炮也是被熱奈爾的弩手直接射爆了 好 明確斯特這邊三級攻中一點好了 好 意大利人三級馬凱也下了 這個輕騎兵坦度直接起飛 明確斯特這邊打出了GG 哇 很久沒有放這種弓兵大戰了 那弓兵大戰的熱奈爾弩手 你看這樣對射其實也不會太長 雖然射程輸了一點 但至少這個遠防有補陣 然後配上喬弩的話是一般的遠防4 所以其實對射起來射程距離夠的情況下 熱奈爾弩手也不太會射輸 而且也可以打對方輕騎兵跟駱駝 甚至遊俠單位都是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發揮 後面再補下一些火槍啊 然後或是火炮 也可以阻止對方的巨頭隕機或是中頭 還有對方出步兵的可能性 當然薩拉斯人是不可能出步兵的 他出步兵的話就有點臘場 我覺得薩拉斯人出步兵有點臘場 就出這個什麼急兵之類的 當然出劍兵勇士是可以 但我覺得既出劍兵勇士 也是被壓制住啊 畢竟義大利人的火槍很便宜 很容易就可以轉出來去應付劍兵勇士 所以我覺得薩拉斯人這邊的一個問題點 就是如果他要出輕騎兵繼續擋的話 就會被熱奈爾手射爆 他出劍兵勇士的話 又被義大利人的火槍給壓制住 所以薩拉斯人這邊最好的辦法 可能還是要出中頭吧 中頭繼續配 然後火炮要出更多一點 去反制對方的火炮跟巨頭 然後 自己再出更多的戰毛兵 去來擋 那對方七騎兵要擋的話 可能要出一些長槍兵之類的 來輸出一點 我就覺得不能出到駱駝 所以這一場的本質來說 有點是被義大利人壓制住了 有點是這個文明壓制的感覺 那雖然之前有在說 文明其實壓制沒那麼誇張 大部分是人的問題 那但是這個是比較屬於 玩家上的一個分段問題 那如果兩邊都是頂尖玩家的時候 文明這個特性就會比較有顯現出來 那在我們這個中分段或低分段玩家 文明的壓制力其實沒那麼嚴重 其實大家可以動動的 還是可以壓制的回去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應該是由義大利人這邊領先一些些吧 哇靠 結果是明確實在這邊全贏 MBL的後期經濟真的是感覺沒有很好 每次看到後期的經濟都有點 多有點陡啊 都沒有說大贏那種狀況 結果這邊雖然打贏了薩拉森 結果是MBL 資源基本上快全輸啊 只有四頭贏了1000 其他都是輸的 食物還輸了快要6000 木頭也輸了快3000 這個果然150吋 經濟還是比較強大一點 那但是150吋也是沒有辦法 打贏這個文明上的優勢 尤其是頂尖選手的關係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